風敲起每一個面孔 我是明天 被讚嘆的驚慫 讚嘆眼前持久的愛情 先幫兩位咔嚓一下留作紀念 這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 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節奏 好在55歲補學亮 阿亮的飯碗通通保住了 包括舞台劇《果陀劇場》的Art 與《彎雙樂團》的合作演出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都演到明年5到7月啦 所以我們這才有機會 看到空檔的他 悠哉的跟結婚29年的老婆 愛在冬區日落石 看到我本來有沒有比電視上帥很多 帥帥帥 難得二級微解封 先是派老夫老氣 走過大街小巷不必手牽手 更看不到花式撒嬌 還可以不用顧忌任何形象 半路愛苦或是眼睛夜障中 就給他用力揉下去 老婆完全不會在意的啦 把他夫妻倆等個紅綠燈 偶爾還是能隱隱約約 感受到微酷其微的閃光 你知道的 阿亮透過經紀人說 沒想到戴口罩也會被看見喔 那當然啦 老人家吸血長流的浪漫 在當今社會也是屬於 罕見稀有的品種喔 不敢啦 不敢這樣講啦 在演藝圈闖蕩三十多年的他 今晚的忠心思想是個人 老婆大人 老婆啊 今天吃菜喔 各位知不知道 人世間有一種美味 叫做跟老婆大人 共進晚餐 他們前進哈來的 阿明炒善魚熱炒店 太好了 整間店只有他們一組客人 保場的概念 夫妻倆甜蜜對坐 想看兩不宴 一起研究菜單 一起等待上菜 如此這般文型的日常 讓店員都不禁讚嘆起來 送上一百個讚 不過看阿亮吃得津津有味 小心幸福肥找上門喔 其實我幅度不大啦 但是瘦真的要 就會很幸福 瘦下來好幾辛苦 一胖好不一樣 阿亮說咧 這幾天終於恢復了運動習慣 出門騎單車 但是因為太久沒騎 加上出門還要戴口罩 整個人很容易喘 只能慢慢來 希望恢復體能 今年還要註冊一下嗎 今年 今年還能這麼說 我一直就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的人 對啊 今年其實 工作上應該態度是一樣的 把手邊的事情做好 然後以既定的一些工作 你已經知道在哪裡了 那中間有一些空檔 空檔那個時候就是看 跟邀約 然後我現在也比較會 提早的去安排自己的休息 現在不能出去 就台灣走一走啊 比較空一點 可能也比就開車去 我大概不會花很連續的天數 去環島 我可能會到一個定點 住一天兩天 反正比如說到花蓮一天兩天 到台東一天兩天 到恆春到墾丁 我到台中到台南之類的 我會在那個地方待一兩天 然後玩一玩就回來了 娛樂動新聞報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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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